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新安德格投资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彪股新天地 我是崔敬 哇今天的大阪指数 是不是又撞错大跌了下来 昨天反而上来的时候 哇很多人都告诉你说 哇这是一个好机会 很多人又告诉你说 哇这里又是弯腰剪钻石 弯腰剪黄金的好机会 结果各位新安德格投资朋友 你看如果说你看到昨天那个上涨 那么你去怎么样 你去剪黄金 你去剪钻石的话 剪错黄金剪错钻石 今天就是怎样 就是刀又跌下来了 没有那么多的一个环金 没有那么多的一个钻石给你剪 千万不要多空傻傻的一个分不清楚 在昨天的一个时候 我就跟他说过 我说反弹上涨上来 要懂得怎么样 把握弱势股反弹的卖点 与空点 结果你可以看到今天 果然就是一如我们的桂花 再次的一个众受下杀下来 再破底 那么为什么在这一波的一个行情 他会跌得一个这么的一个凶 我之前我就跟他说过 我说从5月6号 随着一个美中贸易战 川普啊 美中贸易战开打以来 我就告诉大家 我说在这个行情你千万要提防小心 所以为什么5月7号反弹上来 我们卖股票换钞票 避开了整整700多点的一个下跌的一个风险之后 那么我也告诉大家 我说什么 我说第一个现在美中贸易战 他的一个危机解除了吗 还没有解除 那第二个就是 从计划委跟大疆之后 现在大陆在剑子大陆的一个海康的一个威势 也代表的是说 从整个的贸易的一个关税战 现在开始打到科技战 川普啊 你不要小看川普的一个决心 他就是要你什么大陆 要束手就换 就是要你胡手生成 那你想想看大陆的一个习近平 他们共产主义的国家 他会全面退让吗 你好好想想这个问题 特别是你可以看到啊 G啊 英代了啊 Google啊 还有这些的一个让社评元件的一个大厂 这些的一个晶片啊 开始加入的一个这样啊 暂停跟的一个华为合作之后 包括的一个全球的处理器的一个龙头厂的一个按摩 也跟进风沙加入风沙华为的行列 这不得了这不得了 为什么不得了 因为你要知道啊 ARM 现在的一个处理器 大部分都是用ARM的架构 那么一旦ARM加入的一个风沙的一个华为 那么包括华为他的海师 旗下海师的自制的一个晶片 就会遇到瓶颈 一旦遇到瓶颈的话 他年代所冲击的 就是我们包括国内的 金钱代工台积电 股王大力光 还有风测类股的日月光 金测等等的股票 所以你可以看到 今天为什么这些的一个这样 这些的一个全职股 这些的一个股王 这些的一个高价股 今天杀了四里花啦 这些老师都是事先讲在前面 我相信大家都有目共睹 所以今天下杀的过程当中 你可以看到我们今天怎么 带我们的一个会员朋友来操作的 来 我们带会员朋友所空的文貌 你可以看到从上礼拜四 5月16号196开始放空开始 那放空之后急杀下来 那么低档顺势先怎么样 先获利回补一半 昨天反弹上来 大涨8%9%的时候 我们再度把它空回来 昨天最高是来到174.5% 我们空在173% 市价放空 市价放空一定都空得到 那昨天放空之后 你可以看到今天急杀下来 今天又急杀下来 急杀下来要怎么做 急杀下来他能怎么样 可以顺势先又开心获利回补一趟 我常说嘛 一档的一个弱势股 急杀的时候 策略上就可以懂得怎么样 先补一趟 可以懂得高空低谱 带拉高再做放空 真的是 正在失误感恩是乎 你可以看到这一档的一个文貌 我们光是这样 才短短几天的一个时间 短短几天的时间 从上礼拜一天两天三天四天五天六天 那么短短六天这个时间 从196跌到155 波段的一个跌是超过两成 但是我们两趟的一个价差的一个操作 哇达到多少 31% 31% 也就是说 你经过 如果你是我们的一个会员 你可以看到 我带你来操作 你光是这样短短六天的一个时间 100万的资金 就让你可以开金大赚31万 所以说 台北股市多空是不是问题 根本不是问题 问题都在于你的观念 人家说观念要改 不用路牌去塞 观念也不改 一世人骑自动 就是这个道理 所以为什么你可以看到 像这样的一个弱势股 我会带着我的一个会员朋友 去反手做币型矿空的一个策略 甚至包括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红结科也是 你可以看到破线起跌 就是怎么样 策略上就可以高通低谱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档股票也是 从上礼拜开始带着会员朋友 开始反手放空下来 放空下来之后 来到的一个这样前天的一个低点 甚至获利回补一半 昨天拉高再空回来 今天找盘开低下来 我们又可以开开心心 又可以开开心心 再低档 先获利补一趟 你可以看到今天这档的一个股票 我说证据会说话 早盘开低下来 今天会员朋友又可以 试驾获利回补一半 你可以看到这档的一个股票 两档的一个价差 第一档一张价差4.6 第二档一张价差3.3 两档价差加起来 累计达到7.9 价差的一个弧度达到多少 18%也就是说 你只要做对的趋势 对的动作 光是这样一趟下来 100万就让你可以开心大赚多少 大赚18万 甚至包括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星星也是 IC再版的星星 你可以看到这档的一个股票 也是我们上礼拜带会员朋友 反手放空的一个标的 你可以看到今天还一度杀到几户跌停盘 杀到几户跌停盘 真的是真的是你看 真的是太棒了 当然我这样说可能有些如果对于有些 去做多套牢的一个投资朋友 可能心里会很不好说 但没办法 老师是要实在讲 因为我们俗话说 顺势操作有钱赚 逆势操作前辈赚 那么我问你 像星星像这样的一个股票 到底顺势是要做空还是做多 很清楚 当然是要懂得怎么样 懂得做空 懂得反手避险放空 那你可以看到我们避险放空下来 今天下杀几杀下来 差一档跌停盘 那今天我们顺势先获利回补一半 你可以看到光是这样短短 5天的一个交易日 哇加差也达到多少 17.2% 不只是这些的一个股票 你会发现一档接着一档 不知道跌不起 台北股票市场上 有很多的一个弱势的一个电子股 也是一样 你可以看到 这些的一个股票 你看他跌的多凶 包括的一个人 包括的一个IC再版的南京也是一样 你可以看到光是 这一波的一个下杀跌股 已经跌到多少 已经跌到超过4成了 甚至包括的一个人 包括的一个联雅 也是美中贸易战的受害股 你可以看到光是这一波 这样的一个急刹下来 也跌了将近多少 将近快4成 甚至再到的一个这样 一华电 华为的概念股 美中贸易战的受害股 光是这样短短 一两个月的一个时间 这样跌下来 也跌了都超过多少 都超过4成 4成 等于是说 你买错股票的话 做错方向 100万 40万 很快的就不见了 亲和一看 包括的一个红海 平概股也是 你可以看到平概股的一个红海 结果这样一波的一个下杀 短短一个月左右的一个时间 跌掉了多少 2成6 2成6 超过26% 可曾 这些都是过去老师跟他说过 你手上握有这些平概股 握有这些的一个贸易战的受害股 握有的一个工具机的族群 甚至被动圆圈这些的一个股票 你务必要赶快避开 你可以看到可曾这样一波的一个跌下 也跌掉了多少 将近三成 将近三成 助攻面板的GIS也是 你看今天持续下杀在破底 跌幅都超过多少 都超过三成以上 包括的一个工具机的一个上营也是 跌幅也都超过多少 都超过25% 还有值得 为什么当时候在4月29号121 我们要带着会员朋友把获利给他开心 放进口袋里 我相信现在大家应该都知道 因为你今天你不把获利给他放进口袋里 你看从121再度跌下来跌掉 剩下多少剩下62 这样一跌 跌幅又达到多少 跌幅都达到快三成 甚至包括的一个国具被动人间也是 你可以看到为什么这样的一个股票 去年套一批人 今年又套一批人 为什么这些的一个股票一直扶不起来 因为你要知道 他目前整个的一个产业 整个的一个需求的一个状态 到底有没有脾气探来的一个机会 他的一个忘记到底在哪边 加上现在又受到美中贸易战的一个冲击 难怪对于这样的一个股票 今天会持续下沙再破底 你可以看到光是这样一跌不得了 一张啊 一张啊 光从今年的一个2月底到现在 一张就跌到146块 10兆就跌掉多少 146万 这个真的不要跟自己的荷包开玩笑 不只是被动人间的一个国具 华兴科 甚至奇力兴 甚至再到的一个矽晶园的一个环球军也是 你可以看到光是短短几天的一个时间 这样一跌一张就跌掉了75块 10兆就75万就没了 还有什么 还有累金的一个加金也是 那这档的股票过去为什么来到六字头 我们要带会员朋友 把货率给他开心放进口袋里 你可以看到你不把他开心放进口袋里 现在跌到剩下多少剩下三字头 光是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下沙拉回一跌就跌掉了多少 又将近三成 所以我常说一个真正的赢家 就是要懂得怎么样 尊重趋势顺势而为 千万不要赐我遇事而立场 当然了 像这样的一个弱势股 很多我在节目上因为时间有限 我没有办法一一跟大家做一个完整的一个说明 所以如果说你现在你手上 有股票不幸被套牢的话 这个礼拜天这一场的一个讲座很重要 关键六月台股多空穴站点到底在哪边 到底在什么样的一个地方 在这一场的一个讲座 我会跟大家一起来做分享 你一定要知道这个很重要 为什么很重要 因为你要知道 到底哪些才是贸易战的实质受惠股 哪些是贸易战的实质受害股 这些你都要能够一亲二组啊 各位亲爱的一个投资朋友 你可以看到啊 就像在过去啊 我们跟大家 我们带会员朋友 所操作的一个台表科 我们从三字头 带着会员朋友 一路开开心心 赚到六字头 加码当高档开心 获利换口袋之后 回测记性 我也告诉你 我还是持续看好它并没有改变 为什么我持续看好它并没有改变 原因很简单啊 因为你要知道 它是中美贸易战的实质受惠股 为什么是受惠股 因为华为 将来的一个华为 在手机这一块 非大陆市长 所失去的一个销售的份额 那么未来可能会转到其他的一个 包括三宋 或其他的一个手机身上 那么转到其他的一个手机的一个身上 台表科他又是 三宋的概念股的一个议员 所以对于台表科来说的话 他当然他会是受惠 所以为什么最近的一个台表科 他的一个表现会这么的一个强 包括的一个怎样 包括的一个原相也是 也是我之前跟大家所分享的股票 当然这档股票 我们已经把获利给他开心 我不是叫你去追 但是我要告诉你的是什么 我要告诉你的是 为什么像原相 这一波他的一个股价 能够从低档 当时候我们带会员朋友买进之后 99块半 一路的一个这样冲高来到132 原因在哪个地方 原因就在于他公司的营运具有转机 他是一档任天人的一个概念股 他又不受美中贸易战的一个这样 的一个冲击的一个影响 所以为什么像原相他的一个表现 能够这么的一个强 包括的一个太阳能导电 这样的缩合也是我们跟大家所分享的一个股票 当然这档的一个股票 昨天急拉上来我也告诉大家 要懂得见好就说 那你可以看到这档的一个股票 你看今天还是翻红上涨上来 从我跟大家分享开始 我带会员朋友103进场到128 你看光是短短几天的时间价差 就高达24.3% 为什么他的一个表现这么强 我相信这些你都要知道 太阳能的一个岛建江 他跟美中的贸易战有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跟他们没有关系 那么既然没有关系 那这些由电子股所怎么样 所抽出的一个资金 他会转进到什么 会转进到这些的一个 不受贸易症所影响的一个股票 转进到这些 具有转期成长体财的一个股票 所以我像你现在你这些 你都一定要很了解 一定要能够一群二组 包括我在昨天跟他所谈到的 美国限制的一个大陆安控的 海康的威势 那么相对我们国内的 这些的安控厂就有机会 所以包括的一个金锐也好 包括的一个企业也好 你可以看到最近的股价是这样 当然今天这样急拉上去 我不是叫你去做最高 因为毕竟这个是炒一个什么 炒一个体材 未来公司能不能够有续航力 还要看公司有没有转机 还要公司的获利跟业绩 能不能够成长 但是现阶段短线它是具有什么 具有转单的受惠的想象体材 包括的一个金星科 也是一样 你可以看到为什么今天的一个金星科 今天能够直接开盘之后 很快就拉到一个掌灵板 因为华为受到的一个什么 ARM的一个处理器 那么也将暂停加入的一个封杀华为的动作 那么相对上 那么华为要开花自己的晶片 它就会去寻找替代的一个这样 替代的一个平台 所以刚好进新科 新的一个开源的一个平台 刚好RISC 刚好可以收费 刚好得利 也渴望因为这样的关系崛起 所以市场上大家知道 然后就会把资金怎么样 资金集中化到怎么样 去抢进这些的一个股票 当然这些都还是毕竟是属于一个 这样体材性的一个炒作 那么体材性的一个炒作 这种股票有时候挤拉的时候 往往短线上挤拉上去 就有人会怎么样 顺势做获利调节的动作 所以像这种股票不是叫大家挤拉 去做最高的动作 我想这个你都要能够清楚明白 所以老师我在演讲会长上 我也会特别在提供 提供你听好 我也特别提供三党 贸易战实质的受费股 跟所有的一个与会的一个来宾 一同来做一个分享 因为毕竟有的人可能 比较喜欢做多 比较不喜欢做空 那没关系 我提供给你做分享 我会告诉你 我告诉你 像这样的一个股票 要怎么样来看 我来教你 我来教你怎么看 我来教你说 接下来的一个多跟空的一个契机 到底在哪一边 我想这个你一定要比别人 都要能够更加清楚 要不然你自己看 像文帽这样一波的一个奇杀下来 哇一跌都跌掉了三成四成 包括的一个这样 包括的一个红结科 一跌都跌掉了一个三成或四成 甚至包括的信心 你看这样一跌 也都跌掉了一个三四成 很多股票跌掉三四成 几乎是比比皆是 如果说你买错股票的话 你怎么办 所以在现场老师也会特别准备三党 三党贸易战的一个受害股 三党大户翻空的股票 那跟余慧的一个来宾一同来做一个分享 我想这个很重要 我知道很多人可能不习惯做空 就好像新双的一个陈妈妈 他当时候打电话进来 他手上握有广民跟握有汉逊 那么我当时候我看了 我叫他赶快 赶快广民卖掉 赶快汉逊卖掉 刚好就卖到 当天的一个这样 短线反弹的一个高点上 广民差不多在52 汉逊78 卖掉之后跟着我做台药 转一根掌停板 出掉之后 然后跟着我还手做工什么 我吗 你可以看到这样一来一回差多少 广民你可以看到今天持续下沙破点 52块出掉 今天下沙在破底 这样等于是减少损失多少 22%超过22% 那么台药一根掌停板是10% 这样就32% 再加上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文帽 两档架差31% 加起来就已经达到多少 就已经达到了一个63% 一来一回就差63% 等于是说他今天如果说不做动作的话 他今天还是在怎么样 还是在亏钱还是在等解草 那种心情完全不一样 但是今天他懂得做动作不仅避开 超过22%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损失 而且这样的一个价差操作 他又可以马上扳回41% 回来 各位欠到投资票你想想看差多少 当时候的一个陈妈妈他也不会做空 但是我教他怎么来操作 后来他也觉得说 哎呦其实做股票做空也是可以赚 并不见得说我们做股票一定要怎么样 只做多不做空 我常说千万不要死多头 也千万不要死空头 我觉得这个观念很重要 所以为什么在这个礼拜 我要特别举办一场的一个讲座 关键的时刻 台股多空决战点到底在哪个地方 所以在这个礼拜 我要未来来帮助更多的投资朋友 可以掌握多跟空的机会 我们特别在礼拜天下午2点 老师举办这一场的一个讲座 要跟所有的一个与会来宾 要来帮助大家 能够掌握的一个未来多的聚集 还有空的一个机会 我要告诉大家的是 现在不空就是为了什么 为了来帮助我们的会员朋友 将来落底的时候 那会员的一个手上 能够有满满的现金 又可以怎么样 反手全力做多上来 可以赚更多 所以现阶段 为什么在这个地方 我要怎么样 反手不必减放空 我常说其实做股票不要有什么 不要有死多头或是空头的一个概念 其实在股票市场上最重要的就是 你要懂得顺势操作 到底哪些的一个股票 他顺势操作是要做空 哪些的股票在这个地方 顺势操作是有机会怎么样 做强谈 我想这些股你都要能够一金二出 所以在这一场的一个讲座 非常的一个重要 如果你有任何持股上的问题 那你需要老师来帮你解决 没有关系 你也直接可以带到会长上 老师来亲自帮你做解释 帮你来看 来解答你心中的一个 心中的一个疑惑 那么如何来做好预约报名的动作 很简单 只要标股新天地 的一个家族成为我们好朋友 直接在线上登记预约报名 你就能够免费 参加这一场 实战教学技术分析的一个讲座 那么END GOLD99 END GOLD是小写99 那标股新天地的那END 趕快把它记下来 趕快把它记下来 记下来之后直接在线上登记 报名 那你就能够免费参与这场的一个讲座 那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一个好机会 如果说你不晓得 怎么做加入没关系 我们都有电话 23219933 23219933 都有专人会来为大家做活物 座位有限 机会难得 报名千丈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见 拜拜 拜拜 本公司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且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声声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